嗨,大家好 你可以看到现在我是用这个ChartNexus 这个是一个用来分析技术分析的一个工具来的 如你所见,因为这个我是有给钱的 所以我会得到这个Wall Index 这也是可以看其他国家走势 不过这个是到昨天 昨天了,还没到今天了,你可以看一下 刚好今天已经更新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大马走势,当然 这里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看 宗旨啊,宗旨基本上你还是看得到 整个都是上升趋势的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它也是横摆了一段时间 在这里 跟这里 OK 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是在于这 1606和1685之间很摆 然后直到目前为止,站稳了,然后突破 然后现在已经是想上,然后看着 能不能突破这个1723 这1723就是它的关键点 然后它如果突破的话 嗯,也是蛮不错一下的 你可以看一下 去年最高的时候是在1867 这是在2015年 然后之后就一直跌下去 到这边也是插水了 然后插水之后 现在已经是稳固了 可以看到到这里好像是一个W型 然后突破它的那个 景象,景象,景线的话啊 等一下先 是1723 所以这1723能突破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会飞到更高 到一至于飞多少我就不知道 如果你有兴趣要知道它会去到大概多少的话 我们可以留意 你可以来我的课程 啊,入门座那边 我会跟你讲点个更仔细一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70大股 这个也是呈现上升趋势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 从这边去年最低点 它们已经是上升了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是 也是很摆刚好突破站稳了 这一点然后开始走上去 再看一下 这才是我们要看的股 自从 跌了这最低点的时候 它就还没有完全 这两个 还有一点点的那个空缺啊 刚好普了那个缺口 今天的刚好普了那个缺口 它会不会再回跳 我就不知道这里我们才是看的 关键如果它能 它能站稳着你 它就可以再突破 然后接下来也是要看这个 15975 这个 它能站稳着你就是可以看得到 啊,风流的到来 不过在此之间在这边的时候 已经是很多是进场机会 所以这里一次两次已经错过 第一次是在 10月15号的时候 然后到 才9天的时间 然后对它另外一个是在于 8月3 3月8号到 3月22号 这里就是可以赚零用钱的那个 波浪啊 这些 是看我们的那个宗旨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美国 美国的嘞 当然这里最快的方法啊 我可以这里按这个 all index 这里我按indexes 或者是什么没有方便的 然后 这个指标 我很少去看的 指标方面如果要 不要看的话 我就按这个 出来就显示完这里出来 当然我们第一个看的都是 Towjong industry Towjong industry方面就是 这个average也有 我们就应该只有一个罢了 这个是最新的 你可以看得到它刚好到了 它的顶这里 它就回落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的是 大概是这边 这个是 17323 看下来那么美国也是满流一下 从这里最低点是在于 2月12号一路到3月4月4月1号的时候 哇一路上满满好一下 这边如果投资美国股的话 基本上是满不错一下在这边 也是会得到满满丰富的 然后这里是如果你因为 美国的股可以做那个卖空 这里赚一轮 这里又卖啊这里就是 这里就卖哈增长就long了 就是可以再 赚了一轮 大马来西亚就不能shut 就不能卖空很可惜 那再看一下那个 航生指数 航生指数还没有 离开它的那个熊 看一下它又再跌 还有还有欠口那种的 它的熊是好像还没有完整 这样你可以看一下 这里还有掉 到 这是昨天还没有到今天 这是这是跳 跳提缺口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中国的就是 上海 中国那边已经看到有回稳的气象 从这边开始底部开始稳固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能不能稳固至于 这里这里刚刚好有3000 3000.1 如果可能突破就蛮不错了 好 这是大概它的走势 然后我们也看一下我们邻近的国家 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那边目前经历的调整 还没有看到那个 一个反弹的信号 所以新加坡或许市集合是什么 我不清楚 那我们再看一下日本 日本也是还没有摆脱熊市 你可以看为什么我是讲熊市 因为这里跌到这边也是蛮高的 你看从最高点这边 我最简单的就是用这个纸票 这个纸票是LULER for GAN or Loss or Change 所以从这边最高点那边 我只拿下来这边 跌到这边已经是 29点 超过20%要接近30%了 基本上也还是熊还没完 OK 已经是小熊还没有到大熊 差不多到大熊的境界了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从那边了解 然后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那个美国的还有另外一个 蛮重要的SMP SMP看一下先 SMP500 OK 就是这里 SMP500也是同样的 和那个DougetIndustry一样 也是面临着再调整 或者是会不会更高 我们就 期待一下 毕竟技术分析 就好像一个 如果以那个 阴阳图来看的话 它是属于阳极的 就是会一直不时的变动 因为我们这里已经是联合在一起 它变动很大一下 你看这里 在上一次的时候突然间 它是向下的 然后突然间又向上去 所以波动蛮大一下 这里是阳 阳也是变动很大 阴那边就是 用来我们所说的那种 如果有股票分析那边 我们所知道技术分析跟 基本分析的话 基本分析是10亿英级的 OK 也就是那些数据文文那边 我们要怎样去那边怎样 补它 活跃的利用它 当然这里 阳极那边我们也要达到 阳中有阴 那么我们才可以 真正的解读 这个图里面所代表 所隐藏的信息 给我们知道大概要怎样走 当然我们看完了这些宗旨之后 当然我就是要关完它 OK 关完它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看另外一个 比较 精彩的 就是 大马的那些 你可以看一下这里 蛮多已经是方便给我们 可以知道了 之前我们不用看了 这个已经分析了 然后我们要看的就是 可以看比如说 construction 这个就是建筑 建筑行业 你可以看一下啊 从 去年的时候 8月啊 它一直下跌 就是从那边 它已经经过了一轮 洗 洗到蛮够利益下的 这种是经历的一个小熊的 OK 从这边你可以看下来 它跌到蛮多一下 蛮多吃一下 第三次 然后增长也是蛮也也有啊 就从 在 2014年那边 OK 这里好像那些人买 无大加压之类的啊 他现在我拿下来一点 看到他 你看他增长了15% 所以调整之后 这里我们又 他又增长了 大概 9点多巴仙 然后在这里最低点 到 然后这个小波动算了 就19.5% 然后这里跌的话 这个我再拿一点高一点 OK 这里又跌了26% 对啊 然后在这边 又再上升呢 大概 在这边是21% 然后上到这边来的话 是26% 这个机会如果错失的话 哇 蛮多人 没有那个 赚少 蛮多钱一下 可以看到那个金钱流 流进了这里 这个建筑行业 然后我们来放大它来看的话 是 可以看一下 它的确是经过一个调整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这里横摆一下 然后现在已经是突破很可惜 这里没有亮 我们不能看清楚是真还是假 不过以综合来看的话 也还是不错一下的 你看一下之前 从 如果你真的看不到的话 我可以放这里 这里开始 去年到今年3月的时候 这段时间 基本上算是可以是累积票的时候 8 10 11 12 12 3 刚好6个月 累积票数 也可以说是庄家累积出购票的 在这边在拉伸 也有这个可能性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目前蛮多 进出行业的股 在上升值的 然后consumer那边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它也是 在 站稳着 591点 OK 591 现在还看能不能站稳 如果要简单一点 592 OK 能不能站稳 592 如果能站稳的话 他也是会另外一个 启动另外一个上升趋势 或许 建筑之后 我们可以参考那种的 就是那种消费股 好 消费股那边 接下来就要参加消费股之后 我们就看那个金融的 金融那边 可以看得到是 他目前为止是 已经是在上升趋势 不用看了这里 一条线上去 也是已经突破了这个 底线他们这里就是 所以所谓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破底盘 你看到这里 底部下 那在 这里再跌下去 再低过这个底部 我们就称之为破底盘 然后从这边就一路上去 上到多少 我们不知道 然后我们可以知道 他的那个支撑 就是他的support OK大概在这里 至于他的那个resistant来讲的话 蛮多一下咯 你看一下这边也有一个缺口 在这里一个缺口 这里 跟这里 在这个这里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大概是这个 OK 然后我们 放大一点的话 就是15127 15179 大概这个这里 这里 应该就是那个金融的 还会回跳吧 我们就看下 最重要还是直接站稳这个 站稳这个 站稳这个他会再挑战这个 好接下来我们就看那个 industry product industry product industry product的话 可以的话尽量避免 因为你可以看一下 从去年 去年 8月25号的时候 就是股市最低风的时期 他就一路上涨到 今年1 1月7号 所以那些VS之类的股 或者是出口股之类的 他也是上涨了27% 所以你看资金流上这边 然后资金这里开始 他可以开始看他能不能站稳 这个 这里刚好 就形成了一个支撑这个support 在这里的时候大概是这个位置 12 ok 12.31 大概是这里 如果这里他可以站稳的也是不错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好像一个是 然后不排除会形成一个爽顶 也是要小心一下 这是建筑 industry product 然后industrial的就是那个工业 工业方面 哇 这里也是蛮难看的这种 我通常是不会看这种 基本上这种没有什么好看头好看的 因为他 不上不下 你看一下 不上不下 他也蛮多一下 不上不下 那边就是在这里徘徊着 几时会突破 才是关键之处 看完这个之后 就这个只有一个吧 这个是kujai 这个没有记错的话 蛮少一下这个 好 然后 种植业 种植业那边 我们也看一下 从去年到现在为止 也是在一个直线上升趋势 你可以看一下 画一条直线给你看一下 这里可以看得到还是上升的 然后 也是蛮 不错一下的 至少可以看到这边 ok 然后再看一下过往的记录 这边已经突破了那个缺口 然后这下来是这里 这一点 还没有遇到 只是遇到这个 蛮多挑战性一下这个 好 不过 配配的那个 由衷的那个走势来讲 那CPO price来讲 越来越高 所以这个也排除一点炒作 他跑走了多少 我不知道 我知道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这里是一个 我先画一个东西 这里是 Invest Head & Shoulder 可以看得到 就是导致头 头跟肩膀 好 然后看产业 产业方面 也是看得到回温的那个走势 可以看得到那个Double button 就是双底的形成 然后它的景线是在于这边 所以这里还没有看下还不能拿上去 这里我们也是可以看得下 它是还没有完全反转 好像看到我们大概这样了解的话 基本上蠻多股好像是 在马来西亚这里好像要呈现一个 呃牛市的到来 然后看 这个就比较可惜一点 这个是科技 科技版本的话 如果你有任何一个科技股的话 也是要小心 因为这里已经是 开始走下 然后很摆 会不会再跌下去 我们也不知道 这种也有可能已经是 收购货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从这里最低点 OK 上升到 最高点大概是 42% 这里赚到蛮多一下 这个是科技股的 Trading Swiss 这个是贸易的 贸易那边 也是呈现一个很不错的走势一下 刚好了 看能不能站稳230 这里大概是这样 OK 这里也是形成了 看到好像是双底 又不像双底的 OK 你看到这边 它也是蛮复杂一下 走势 OK 这个你要看 比较多一点 因为Chartness 通常只给三年 这个也是有在里面的 刚才 比如说那个 这个 这个wall index那边就没有 wall index你就要给钱 好 这里就是我们看的那个 图表的分析 蛮可惜的一些人 蛮期待 这些只是一个分析 不一定是准的 我们只大概 了解那个趋势是走到哪里 那有一些人 就是不能接受人家犯错 犯错是很正常的 我们从中学习 至少我们才会知道 我们哪里不足 那些人就很可悲了 就是给那种 没有 见识性的 那种 叫做什么 恶意 恶意说人 就是在背后插刀 蛮多的 技术分析 还有或者不管你用什么分析 比如说是技术分析或者是 基本分析都好 都会有一些 我们预测不到的那种突发事件 就好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 Asia A Asia那边 你可以看一下 今天来了一个大跌哦 这里算是 这里一次 这里第二次 这个跌大跌呢 是因为那个 突然间 不知哪里 他讲 会提高那个价钱 不机场 不什么东西 然后这里停止交易 他这两天呢 算是适合那个 公司管理层 两大股东 注资有关的 然后你可以看得下 他的这里 点火是说说 这里是这样下跌吗 这里是下跌 这里是股价上升吗 这个就是背离吗 背离就是好像这里 这样股价上升 然后量下跌 问题是这里量上升的话 就还好还可以再上升 所以已经不成立了 不过后尾的时候 我们就要进一步走一步 在这里的时候 我大概是在这一天 这一天就是 拜议的时间 然后大概在这个位置 我就已经出去 出完我的票数了 那个解构平等那边 也 赚下来 我就有的其他人 因为反正股价 蛮多机会的 比如说 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这种卡木大之类的 这个也是有给一个信号 比如说这里是一个 shooting star confirmation流行 一个confirmation 然后再下来 但是他就下不到那种 他一下子这里就已经 碰到4.73 另外一个4.81 这里看一下 4.81那边 他能站稳当然是非常好的 是 目前为止 我们可以看到 他要挑战的是 4.98 如果能挑突破4.98 我们就要看他之前那边 哎好像是新高 是说 没有看过他 对他就要突破新高了 这里要突破新高 当一个股要突破新高的时候 他会徘徊一段时间 可能这里还会再看下 这里接下来我们要关键的 就是看到量 这里你看他是50天的平均交易量 接下来他的量至少要达到500万 这里可以看下5.03 我这里放的时候 因为这个限速 哦 ok 大概是放这里 ok 放这个位置 就是这里 你要看我这里 这个位置 因为我在这边放着 我放这个 我的可视的时候 ok 先查掉哈 好 我放在这边 大概在一个位置的时候 就至少要5.12的那个 500 5.12 500万 至少515万的那个成交量 ok 才 要要要要要有那种蛮高的交易量 才可以看到哈 能不能持续 4.98 那接下来上去的时候 因为这里是历史新高 对吗 历史新高 我们可以用一个做做做做 Fibonacci 加上这个 ok 你可以看这个 Fibonacci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可以随便选一个 如果 我是选他 高低 好 这里面可以看到这里是高 这里是低了 好 这里我们 我们就找一个 最低的那个 ok 这里是开 开市 4.27 大概这样 ok 然后这里他的那个上升 上升这里是到 4.99 再拿高一点 好 4.99 然后这个我就要调整去 这里他的低 好 他的低是 4.73 4.73 大概大概这样 ok 那么我接下来就是 可以看到他要挑战的是 5.1 如果这里他真的是上 站稳的话 是你可以看到他 这个就是我们 用来预测 他可以去上多高 5.44 这个是5.89 一些人问我 怎样算到6块 要是什么的 我就是大概是用这个 还有那个最综合 那个基本面 拿出来大概是6块钱 就对了 这个就是我们怎样去预测 那个股价 这个当然 只是预测罢了 不一定是准的 有一些人不能接受 然后我也只能说 这个只是一个分析 分析也有可能 会实测的哦 不一定是准的哦 像比如说看到这个 卖掉票的话 你就有一点后悔 因为这天突然间这样来上去 也是不知道哦 因为这些 庄家说了算了 还有这家上 刚才我们看的呢 那个建筑行业的 比如说这个建筑那边 还是在上升之后 你看还是上升哦 这也是突破了 他的那个横摆那边 所以在这边看来哈 这个甘不大 至少还有那个的那个 延续性上升了 他当然 种植啊 那个建筑行业的 也有蛮多 好像木达甲药 你可以看一下这里 亮眼来了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葛丹 这些是蛮不错的 但是葛丹那边 可以看到他 目前下跌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 葛丹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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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ok 这里 再上升式 哇 你看到蛮不错一下 这里有没有他的平 打看一下先 只有 母国外 没有那个平 单之类的 好 然后还有 wct 也是 游戏 你可以看得到哈 是一个 杯啊 卡 这个是卡 会被形成一个handle 就在这边 就是一个位置出 位置或者是他只是形成一个 卡 没有handle 直接 拉伤也有可能 我们就看一下这边 你看一下这边的量是爆发 那量只要少少 然后接近 啊 他的那个景象的时候 之后他的量也是开始来的 这个是卡 牌的 他的定义 所以这个是符合了卡 牌的上升趋势 拿出来一个卡 ok 这些是值得留意的股建筑行业的当然 今天也有蛮多苦一下了 不一定是指一指 然后我看一下 目前是用了多少时间 24分钟 好了 呃 就不 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希望你 呃 享受我的分享 这个只是以技术分析来分享 还没有综合那个基本分析 之类的 基本分析那边 我们不能单单看一个季度 我们至少看三年以上的那个季报 然后 当然最好是十年 大概 然后我们要 要要要 蛮多东西要 啊 记载下去了 除了那个三个姐妹 三 要知道什么是三 三姐妹的话 就那么就来我的那个 啊 讲座在4月17号 ok 4月17号 我有一个讲座会 那么 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谢谢 谢谢